你将该使暂时其人 一耳栽栽一耳栽的大将务 你们帮我杆做这群苍蝇的 不要领袭子弹 帮我驱逝这个武器 1947年 国民党在接连势力后 老蒋调集25万大军 对毛主席所在地区延安 发起了重点进攻 毛主席为了吸引火力 带领中央选择了撤离 走上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力长 老蒋野派轰炸机 对毛主席所在的区域不停的轰炸 然而就是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下 毛主席依然在勤勤恳恳的工作 可屋外的炮火声 难免让毛主席无法专心工作 这让主席十分气愤 爆炸声又在院子里响起 警卫员劝主席抓紧撤离 毛主席却一把推开 继续埋头处理公务 可老蒋的轰炸机 却在这片区域不断轰炸 把屋顶的沙子都震掉了 毛主席刚想喝口水 却发现水杯里的水早已变成了泥浆 这次毛主席再也忍不住了 隔天无法工作 晚上无法睡觉 骑人抬身啊 毛主席叫上警卫员 然后来到院子里看着天上的飞机 大骂蒋介石是仗势其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脚踏 主席让警卫员赶走这群苍蝇 帮他出口恶气 让他们不要吝啬子弹 主席下令后 警卫员连忙叫来五排的战士 让他们准备打飞机 这时眼瞅着一颗炸弹袭来 警卫员连忙把主席拉走 等炮弹过后 战士们也扛着机枪 打向天上的飞机 没过多久 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也从劳动大学毕业 找到了毛主席 主席问儿子 都给自己带了什么好吃的 毛岸英把乡亲们 带给主席的东西 全都拿了出来 主席在看过乡亲们带的礼物后 却让毛岸英把手伸出来 他虽然不理解 但还是把手放在了父亲的手上 主席问儿子都学到了什么 毛岸英告诉父亲 只要能活他就会干 还说自己要跟着主席到陕北去打游击 可毛主席却拒绝了 怎么 我可是在苏联受过正规训练的呀 毛主席哈哈一笑 表示那些洋本本 对于中国现状根本就不适用 还告诉毛岸英 我早就替你安排好了 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由刘少奇朱德同志 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 在河北西百坡工作 他们现在已经过去了 而中央的政策之一 就是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所以毛主席想让毛岸英去山西 参加土改工作团 可毛岸英却担心父亲的安危 于是询问主席 中央对陕北的安排 毕竟胡宗南的25万大军 可不是开玩笑的 怎料主席却显得毫不在意 就这样 毛主席带领队伍在陕北 跟胡宗南的25万大军 打起了游击 毛主席正在工作 就见警卫员进来禀报 胡宗南的敌人已经迫近 侦察兵刚刚来报 只剩不到20里的距离 毛主席却摆了摆手 是以自己知道了 随后埋头在了工作中 等写完手上的电报 毛主席这才考虑敌军的事情 可这时主席却从人蔽石口中 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年仅15岁的党员刘胡兰 被国民党抓住后 为了保护共产党的行踪 被国民党杀害 毛主席得知后深受感动 挥笔为刘胡兰写下 生得伟大 死得光荣八个大字 并让刘秘书发给新华社出报 与此同时 有一位老乡骑着马 来到了党中央 并带来一个坏消息 敌人就在不到十里外 先头部队马上就要进村了 让他们抓紧时间撤离 警卫员不敢耽误 连忙找到毛主席通报 说敌军离他们 只剩不到十里的距离了 再不走就危险了 听到这里 毛主席却十分生气的说 什么十里八里的 中国有着960万平方公里 让警卫员不要婆婆妈妈的 主席说罢就考虑了起来 任毕师也十分担心 主席的安危 不断的劝说主席及时撤离 因为刘勘四个旅的兵力 在这片区域搜索 毛主席却不以为然 楼草大头子 就把他烧带了啊 他是黄浦生 讲解是嫡系 毛主席告诉女警委员 看兵先看枪 看娃先看娘 凭黄浦生和嫡系这两条来说 就不值得一提 毛主席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事关战士们和中央的安危 毛主席还是让任毕师讲讲 刘勘勘部队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随后任毕师将刘勘部队的信息 讲给毛主席听 主席很快就想出了对策 让警卫派先跟刘勘部队碰头 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然后分析道 刘勘部队从径边过来 由西向东 我们既不往南也不往北走 就向西边过去 给他来一个灯下黑 可任毕师却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要是碰头了那该怎么办 毛主席却哈哈一笑 然后告诉任毕师 山北这个地方本来就山高古深 山山相连勾勾有路 经过主席这么一提响 任毕师也回过了神 很快中央就收拾好了东西 毛主席也即将离开 这个住了数年的小屋子 主席还吩咐警卫员 把院子给打扫干净 好让敌人明白 他理得上是从容不迫离开的 有个条子 也请他们保持内务情节 毛泽东接他们暂住几日后 还是要回来的 然后毛主席来到了老乡面前 感谢他为中央送来的情报 可任毕师和周总理却等不及了 就让士兵传口令 催促毛主席快点 毛主席这才跟老乡道别 准备离开这里 大声董事 你要是不走 我叫人抬 叫人扛 也要让你过河 你敢 我不够含糊 毛主席彻离延安后 被刘堪四个旅的兵力追击 来到一处村庄扎营 屋内没有灯光 主席只好电量火柴研究对策 而刘堪部队就在15里外 敌军迫在眉睫 毛主席就让任毕师派一支部队 骚扰刘堪的部队 结果却没人回话 这让主席觉得奇怪 毛主席点起火柴才发现 任毕师同志不在这里 周总理告诉主席 任毕师去隔壁村子打探情况了 随后周总理告诉毛主席 现在北路的中松等大军 也在逐渐向陕北逼近 而且其他地方也有敌军靠拢 只有东方没有敌军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等人 他们在延安住了十多年 一直处于和平年代 现在一有战争就走 毛主席自觉无言面对陕北乡亲 与此同时 藏起来的老乡们也被炮火声吵醒 纷纷决定逃离陕北 正巧被人逼时遇见 他拦下乡亲们安慰道 说那是我们的队伍 正在跟敌军交战 让他们不要惊慌 乡亲们却说党中夭 早就带着部队过河了 他们不走还留在陕北干嘛 人必是告诉百姓 自打敌人攻进延安后 毛主席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但乡亲们却不相信 人必是为了安抚民心 只能带着乡亲们找到了毛主席 而毛主席听到脚步声后 就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乡亲们看见主席后 这才放下了戒心 纷纷感动的落泪 毛主席也对乡亲们说道 有人说 毛泽东已经过滑活去了 今天我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 还有人说毛泽东不能过河 也有人说我毛泽东应该过河 主席便让乡亲们帮他做决定 所以毛主席让同意的百姓 举起火把示意 随后便问道 同意毛泽东过河的 就举起手中的火把 乡亲们为了主席的安危 全都举起了火把 这让毛主席十分感动 但主席还是问了一句 乡亲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终还是舍不得毛主席离开 于是全都举起了火把 人必是告诉主席 乡亲们担心主席的安全 又怕你过黄河后不回来 主席顺势就宣布了他的决定 乡亲们见主席表态后 这才放心的回家 这时前去祖籍的排长 也回来禀报主席 他们已经顺利完成阻击任务 每丢一人一枪安全返回 主席毫不吝啬地夸奖战士们厉害 还说这也说明 敌军根本不足为惧 他们又可以牵着敌人的鼻子绕一圈了 主席就这样带着部队 在陕北河敌军打起了游击 牵制了国民党数十万的兵力 为全国的解放战争 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毛主席这样的伟人带领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那是必然的结果